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娱乐泡泡圈 近日,任佳伦微博和洛神山庄官方微博几乎同时官宣了代言的消息 对于喜欢佳伦的粉丝来说,这无疑又是一个令人惊喜的时刻 现时洛神山庄发布了一个拍摄的短视频,并配了一段走心的文案 思想时刻,他保持个性本色,生活时刻,他是粉丝心目中兼职美食拥护者 游戏时刻,他也是游戏世界里锐不可挡的拼搏少年 这档走心的文字不就是很客观的描写了我们的人佳伦吗 一个小时之后,上午的10点53分,人佳伦在微博中同样官宣了自己担任这一代言的消息 文案也是差不多一个意思 工作中我全力以赴,生活中我捕捉每时每刻 银瓶内外,我都有,而且爱特勒洛神山庄官方微博 两者算是呼应了一下,同时也实锤任佳伦喜提心代言的消息 作为家人一枚,真的太提他感到高兴了 进入2020年后,任佳伦的商业价值取得了突飞猛进的进步 爱曼数据在今年发布2020年1月明星商业价值榜上升难易人榜 恭喜任佳伦登顶商业价值榜榜首 而且今年,任佳伦有好几部作品锦衣之下,秋缠,木白手随着三部热剧的播出 任佳伦的影响力进一步扩大 他的粉丝量也是超过2000多万人,影响力可见一斑 巨红了,人自然就跟着红了 而且他也成为了综艺的宠儿 最近热播的极限挑战宝藏型节目 他也是连续参加了云南丽江,香格里拉,甘肃林夏 以及西藏的极限挑战工艺型活动 人气也是非常火爆 任佳伦代言葡萄酒,其实在电视剧中 佳伦有很多喝酒的桥段 举手投足之间都透露着优雅与帅气 尤其是秋缠中,叶冲有很多拿着酒杯的姿势 真的是帅呆了 一张一尺之间很有男人的饭 不知道你们有被撩到吗 如今的任佳伦在很多粉丝眼中 就是一名不折不扣的宝藏男孩 乒乓球运动员,歌手,演员 最重要的是会演戏 这样的佳伦是您的最爱吗 在佳伦眼里,任佳伦就是一个宝贝 经常会看见佳伦留言 我哥怎样,我伦怎样,我家大宝贝怎样 佳伦与佳伦真的就像一佳伦一样 是双向的互动与关爱 任佳伦是一个特别有魅力的人 他吸引人的地方不仅仅是因为他的外表 更多的是因为他的内在 先说外在美 任佳伦长得好看,而且是越来越好看 随着时间的沉淀,越力的增加 他越发温润如玉 满身绽放的光芒越来越无法抵挡 任佳伦鼻子挺拔有形 长在他的脸上,那叫做恰到好处 特别是鼻翼上的那颗圆圆的小黑纸 添了几分活泼,简直不要太好看 这就是任佳伦的标志啊 虽说任佳伦自己表示不满意自己的嘴巴 可是佳伦却十分喜欢 他的嘴唇略丰厚 显得人真诚可靠 他特别爱吐舌头,填嘴唇 吐舌沙什么的简直料人不自知 任佳伦还有一双眉手 食指修长,骨节分明有力 指甲圆润,修剪得干净 多少人说过任佳伦的手可以单独出道了 这双手不仅好看,还有力气 能抱得动女演员,还能抱得动大捆的甘蔗 最让人沉迷的是任佳伦的笑容 他笑起来宛如春风拂面 又似月光洒遍大地 美好,柔和 眼中的笑意满满,满得就要溢出来 要说内在美 任佳伦不仅有优秀的外在美 还有丰富的内在美 佳伦的内在美可以分为两部分 一部分源于他的本性 一部分源于他的经历 他的家庭教育应该是特别严格的 他从小接受的教育和严苛的训练 让他具备了吃苦耐劳的本性 而且刻在了骨子里 所以他能够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够坚持下来 再多苦与累都是家常便饭 他的经历就是一笔巨大的财富 也是他取持不尽用之不竭的灵感来源 没有生活哪来的戏 看起来是随意的话 其实是他的自我认知 因为他就是这样的人生 这样的体验 这样的去演绎 为什么总是觉得越来越被他吸引 更多的就是他的人格魅力 毕竟容貌只是肤浅的外表 内在才是持久的动力 更何况 任佳伦是一个内外兼修的人 他的外在美越来越可爱 有心有款 他的内在美越来越丰盈 已经藏不住了